歡迎收看今天的正常發揮 哇 歡迎葉元之今天來到正常發揮 很多人很希望看到我們在一起來主持正常發揮 雙賽合起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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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就把元之找來 那當然最主要呢 是要針對最近最火熱的議題 就是這一位我們行政院 現在應該叫前發言人了 對 前發言人 丁丁是個人才 來 第一丁丁與公 第二丁就今天的主角 叫做丁怡明 來 我先給各位看 今天葉元之來我什麼都沒準備 我只準備包衛生紙 準備衛生紙跟他沒關係 主要是因為呢 我有這個新聞筆 我只要看到 或是注意到不適任的政務官 我鼻子就過敏 我就開始猛打噴嚏 我就開始猛流鼻水 而且這兩天 我的鼻子開始非常的不舒服 我就知道有人要調官位 果然就是丁怡明 前面的事我們就不多說了 他又開記者會 又做背板 去汙衊人家 冠軍牛面的店家 然後用了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搞得軒然大波 然後又是道歉 又是買牛 兵演被發現用筒編 院長說乖來 我帶你去道歉 兩個人再演了一齣大戲給我們看 結果呢 結果他還是請辭了 但是我跟各位說啊 請辭是一件事情 有沒有真心認錯是另外一件事情 沒錯 有沒有真心誠意的道歉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他有沒有從他的聲明稿 新聞稿就看得出來 那我們直接先點破這個主題 戳破盲點好不好 戳破盲腸 來我們來看他的這個行政院新聞稿 我真的看完以後 本來沒那麼氣 越看越生氣 來他先講 這個發言人表示呢 行政院發言人的責任是 協助行政院對社會人民進行溝通宣傳 廢話 而非團隊的負擔 廢話 來讓我生氣的是這句話 但是因為在野黨刻意政治操作 讓丁一鳴先生身為發言人的角色 與工作難以為團隊加分 其他不用看了 就看這句話 來所以言言之 今天丁一鳴認為啊 他請辭發言人 不是因為他製造了假新聞 不是因為他傳播了假消息 不是因為他開了一個假記者會 用那個假背板去污衊店家的商譽 他今天會請辭 是因為在野黨的刻意操作 讓他的工作很難為團隊加分 所以他是因為你們的政治操作 才請辭 我想在這邊 葉仁之應該代表在野黨 跟他道歉一下 是是來來來 不好意思啊那個 丁大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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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你害你請辭 都是我們的惡意操作 但實際上應該不是吧 今天受傷害的是誰 受傷害的是那個牛肉麵店家 其實這件事情一開始 跟剛剛有講 這件事情一開始是 行政院他要做政治操作 我憑良心講 他們其實是要殺柯文哲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叫做政治鬥爭 這是鬥爭嘛 柯文哲那一天去見蘇貞昌 建議的四點有關萊克多巴美珠的一個管制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蠻合理的 基本上你可以跟他很理性的討論 結果你等他前腳一走 後腳馬上開記者會大陣仗 那個背板都做好了對不對 超大的 超大背板 然後直接講說這個牛肉麵的冠軍店 就是用來牛 結果害的那個店家生意超差 引發了爭議到今天 對啊 但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你傳播了假新聞嘛 你混淆了視聽嘛 你誤導了民眾嘛 你傷害了店家嘛 可是在他的聲明稿裡面 他只告訴你 在野黨操作 因為在野黨真的操作 所以各位啊 儘管今天丁前發言人 離開了這個職務 但是他的心中 第一 我沒有對不起店家 好委屈啊 第二 我沒有對不起民眾 第三 我沒有對不起社會 我也沒有對不起小學老師 國中老師 高中老師 大學教授研究所 還是管你什麼在職進修專班的 這一些講師或是教授 都沒有 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但因為在野黨 害的我必須要下台 從這一個聲明稿裡面 這位發言人 引發了那麼大的風波 他完全不認錯 他完全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而且優正你知道嗎 他還有講一段話 他說 他說他多次想請辭 但蘇貞昌一直未留他 他感覺到蘇貞昌 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然後他說他打電話 給那個發言人士的幾個秘書 每個秘書又哽咽啊 又難過啊 讓他覺得這才是人間的溫暖 相較之下 我們在野黨 好像是地獄來的惡魔啊 是我們害了他 離開了他的工作 我們有多可惡 所以這樣一邊是光明 一邊是黑暗 我們是黑暗 他是光明 有看過這種打人的喊救人的嗎 你有看過 我真的是做的 我這樣真的不優 來剛剛原則講的 我們繼續來看手版 來 這個是他的臉書 叫丁海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丁海綿 男生講海綿 你是怪怪的 丁海綿什麼意思 好啦 雞哩呱啦 人生怎樣雞哩呱啦雞哩呱 講一堆 他說他這輩子沒有吃過牛肉 但是卻成了全國牛肉麵的行銷員 你是在說什麼 你是在講什麼 你傷害了人家的性慾 傷害了人家的聲譽 傳播假消息 誤導民眾 然後你上門去道歉 反倒他自認為 行銷欸 是在幫牛肉麵行銷 好 那我真的要站起來鞠躬 鞠躬 鞠躬 謝謝 好不好 代表全台灣牛肉麵店家 謝謝你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今天你傷害人家的性慾 害人家差點沒生意 是後來透過媒體的澄清報道 民眾採用行動去力挺店家 你居然可以解讀成 你在行銷台灣的牛肉麵 臉皮差不多這麼厚 我以為葉仁之臉皮已經很厚了 沒有沒有 丁一鳴更厚 不能等級的 不等等級 好對不起 他是跟蘇晨同學的 他跟蘇晨同學的 好來 我們進去往下看 然後來 再來就接下來的貓膩了 他說 陳老闆一大早就傳來簡訊鼓勵 讓我覺得為這個國家努力真好 陳老闆交給他 那代表老闆原諒他了 如果老闆原諒你了 那我們還在這邊 對啊 雞貓 雞貓慘叫 那老闆如果原諒他 老闆真的 這寬虹大量 你知道老闆多慘 來 他還秀簡訊給你看 你看 我說的是屬性 他說 老闆有傳簡訊給我 來來來 FR陳老闆 就是from陳老闆 皇家傳承牛肉麵 他自己還秀出來 他說 這個老闆傳訊給我說 聽發言人早安 你的無心之過我能體會 被斷章取義 我感到難過 相信這個事情過了之後 應該會沒事的 歡迎你跟老婆來做 謝謝 然後他就回了一些很客氣的話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你看 老闆傳簡訊鼓勵我 我好感動 我當時看到這個新管 然後我想說 那都沒什麼好講的啊 這個老闆都 老闆都沒話說了 你還有什麼好在那邊 對啊 蘿莉巴說這樣 對 結果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老闆好像說他沒傳 老闆沒有傳 那這個老闆是誰呢 老闆說他沒有傳給丁發言人 可是丁前發言人秀了簡訊說 老闆要傳給我啊 人都是兩個不同老闆 後來他又解釋說 這個簡訊是老闆的爸爸傳的 我們來不及做後製 我自己臉上三條線 所以他得罪了兒子 然後拿爸爸傳給他簡訊說 老闆原諒我了 是這樣子 就是我得罪你有沒有 你爸爸原諒我 爸不要這樣 好沒關係 如果 我們說如果 如果 如果老闆 就是爸爸原諒他 兒子也原諒他 那就算了 但是今天這個消息出來了 他想說 發言人說老闆有傳簡訊給我啊 可是這個老闆不是那個老闆 這個是老爸老闆 那個是兒子老闆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去把事情釐清 到底是老爸應該原諒他 還是兒子應該原諒他 好不好 來我給大家看 接下來這張圖版 來 來院子你來講解一下好了 好 你可以嗎 可以 這就是那個事情過程嘛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第一名在記者會 有沒有大動作的炮轟 2020台北牛肉麵捷冠軍 那那個冠軍是誰呢 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呢就是老 我們所謂老闆 那他的總店是開在板橋新海路 那黃珊珊有頒獎給他 那因為 丁一鳴他們為了要攻擊柯文哲 所以故意就把這個店拿出來講 就說哇你看 連你們台北牛肉麵捷冠軍 都有用萊克多巴胺 結果事情一出來之後 他們就出來抗議 有沒有這個老闆 還有其他的店 他就出來抗議了 對他就出來抗議了 然後還受訪 對還受訪 抗議跟受訪是這位老闆 都是這一位 大家看長得都一模一樣對不對 對OK 然後結果那天事情發生之後啊 因為他在我們選區板橋發生嘛 所以很多人都很生氣 那一天像朱立倫六點多的時候 他找我們去吃嘛 這不重要 我有去吃 那結果我遇到這個老闆 我跟他聊天聊半天 我還問他說 你這個冠軍是露什麼 研發出來 他非常認真 他們有一個team啊 你們跟我講一大堆好 那結果呢 傳出說丁一鳴也要來道歉 結果他等不到 等不到後來發現 他到了這一家店去了 但是第一天還沒有他 先不要看他 第一天的時候 他是到另外一家 就是所謂的老店 創始店 創始店就是他的爸爸的店 道歉 所以很奇怪吧 丁一鳴開記者會得罪了兒子 讓兒子的店受到影響 但他跑去爸爸的創始店道歉 對那他們有個硬拗的說法 根據陪同 陪同這個丁一鳴的那個羅智政委員的說法 是說老店創始店 才是板橋人在地會去的店 所以你們去總店是搞錯方向 但重點是優政 所以羅智政以後的意思就告訴我們說 不要去兒子的店 兒子的店gay 去老店吃 他其實這樣講 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所以總店不好吃 老店比較好吃 那我們以後都去創始店 總店不行了 老闆又再被踹一腳 老闆又再被踹一腳 但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你們得罪的這個年輕的老闆 你要跟本人道歉 因為你的記者會指名道姓 點名的是他的店 而且冠軍也是他研發出來的 跟爸爸沒關係 那受影響也是他的店 結果他跑去爸爸的店道歉 他跑去爸爸的店道歉 聽說是因為爸爸交友比較廣闊 所以跟羅智政委員 跟一些名字獎的朋友 有一些交情 所以他們就跑去爸爸的店道歉 又這你講的是其中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因為當天媒體 都在兒子的總店等人 都在兒子的總店等第一名來 結果他們可能知道媒體很多 所以就跑去爸爸的店 爸爸的店沒媒體 最後反正拍一張照片 有PO臉書沒事就好了 後來他不是連打筒編的訂單 都PO出來嗎 他講說不要在媒體面前去道歉 因為這樣可能比較沒面子 祈禱鼻子過敏又要嚴重 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所以我那天才會講說這個叫大街罵人小巷道歉 這不是大街罵人小巷道歉 這根本是在這個 還道錯歉 銳光路罵人 罵銳光路的店家 然後你跑去這個 新湖二路道歉 道歉 你有毛病在 對 有問題在 而且你在行政院那邊 那麼大陣仗 下面都是記者 然後用那麼大規模在罵一個人 結果你道歉只是 還怕沒有媒體在 找一個沒有媒體的店 我們趕快去道歉 PO個臉書 PO個臉書 道歉老闆也難過了 就心態就是這樣 一開始就這樣 我告訴你 對啊 這有抓包 抓包 你得罪兒子的店 跑去 我知道這個陳爸爸一定人很好 對 也許有點交情 礙於一些情面 就算了 但我要告訴各位 你看看丁怡民 對不起 我跟丁發言人不認識 但我很熟知發言人工作的內涵是什麼 因為我跑行政院跑了很久 而且我很認真的跑行政院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發言人 從一開始為了政治操作 幫主子攻擊政敵 先傷害店家 引發軒然大波被罵翻了 他終於願意請辭下台 但他不認錯 他覺得是在野黨政治操作 讓他不能為團隊加分 所以只好下台 然後再秀一個簡訊 跟跑去道歉的店家 原來根本不是他得罪的店家 所以各位 這個發言人 從頭到尾都在演戲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真的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他根本不是去他得罪的店家道歉 他道歉錯人了 好沒關係 你剛剛說嘛 爸爸跟兒子嘛 對 也許他跟爸爸道歉 兒子想說算了 對兒子想說算了 有沒有我告訴你 沒有 記者就實事求是 你說你爸爸接受道歉的事 沒關係那我去問兒子 兒子怎麼說 這個就兒子 又是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嗎 就說 蘇貞昌也去吃麵了 然後聽發言去吃兩次麵 那照道理來講 如果兒子氣消了 可能就沒事嘛 對不對 如果說他今天早上說有簡訊 算了算了算 不要問我啦 好啦沒事就好啦 沒事就好了 我爸說前度算了 我爸說完良他 我就完良他 那你就算了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 結果他跳出來打臉 他說的還蠻硬的喔 他說不管是總店還是分店 對外發言窗口只有自己 至今都沒有收到丁怡銘的簡訊 也沒傳簡訊給對方 不清楚為何由此鼓勵簡訊 所以看得出來他還是蠻不爽的 就是說 如果是你呢 我也是蠻不爽的 你現在怎麼樣 你傷害是我 跑去我爸那邊 我爸原諒你 我可沒原諒你 你應該要跟我道歉好不好 你知道他的店啊 還被那些絕青啊 去評分啊 變差評 一顆心的 超慘 超慘的啊 那你當面跟人家製個異會怎麼樣 你吃麵到底總店是怎麼樣 結果沒有啊 你老是跑去找我爸 還騷擾我爸 然後丁一鳴 對啊 他說什麼 他說打氣簡訊就是創死店的老闆 就是他爸爸傳的 然後 所以就是跟我們討論半天 到底你得罪兒子 是要跟兒子道歉 還是要跟爸爸道歉 看起來你跟爸爸道歉 兒子並沒有領情啊 所以 我跟你講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頭超痛的 我真的覺得 這整件事就是一個莫名其妙 各位 你看我幾個禁戶 我得罪兒子的店 我去跟爸爸道歉 所以以後 如果我跟葉原去吵架 我就打給葉爸爸 然後說 我跟你說對不起 就這樣 然後我就跟外面宣告說 沒有 葉原是已經原諒我了 因為你看 我有道歉簡訊 我打個葉先生 這樣對嗎 我真的 我不曉得該怎麼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 形容行政院這種 行徑跟心態你知道嗎 他就是沒有很誠意想道歉 應付一下有就好了嗎 對不對 今天找到爸爸 找不到爸爸的話 找別人也可以啊 找表哥表弟 三叔公大神婆 反正有就可以了 反正有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你這筆子過敏很嚴重 我跟你講 這種政務官 真的真的是讓我看得 頭超痛 有一張照片我們要來罵了吧 這一張 這一張 這張不是罵過了嗎 這一張 這個人還沒罵過啊 這個人 這個人你罵 我罵比較敏感 不會啊 你現在還在罵 要再怕嗎 真的嗎 院長說他可以原諒年輕人 我也是年輕人 為什麼不原諒你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兩天我就看有人做梗圖耶 就是院長就把你放來 把你跟 因為我去戶外開獎 在我們中間的節目有講 我就說我也是年輕人 然後他 因為蘇院長說 丁允公是年輕人又有才華 對 很可惜 我有才華 為什麼不原諒你 對我也是年輕人啊 我長得比丁丁帥吧 欸欸欸欸 怎麼樣 怎麼了 對啊 好我長應該比丁允公也比丁一鳴帥吧 我比他們帥 比他們年輕 你剛剛講丁允公嗎 丁允公還有丁一鳴啊 丁丁啊 對不對 你說他們年輕人有才華 知錯能敢山莫大菸 所以要原諒他們 嗯 我比他們帥 比他們年輕 也才華也不輸他們 你怎麼不原諒我 更何況 我也不需要你原諒 因為我什麼事都沒有做錯啊 是不是 對啊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錯啊 欸我就不要講別的 大家都在講那個柚子的事情 我兩分鐘就更正了 丁一鳴呢 他兩天才道歉 還道假歉 因為得罪兒子跑去爸爸的店道歉 然後還用這種網路上這種 莫名其妙的說法 試圖要混淆視聽 好像已經被原諒 根本就沒有 嗯 這種的你都能原諒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錯 你為什麼不原諒我 對啊 我也不需要你原諒 對啊 你為什麼要招我麻煩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丁丁啊 欸又真的跟你講 跟你一樣悲慘還蠻多的 以前我有一個同事啊 因為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務過嘛 他在蘇貞昌當現場的時候 當一個科長 結果他因為一個活動沒有處理好 馬上降掉科員了 你看那段時間在市政府多難過 沒辦法啊 對啊 因為你就不是自己人啊 不是自己人啊 還記不記得蘇貞昌曾經罵過 說這種禁親繁殖這件事情 罵過民進黨裡面的人 說不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自己人啊自己人 就把人家弄走 弄走以後就把自己人找人家幫人家 對啊 這就是民進黨 這就是蘇貞昌 好 既然剛剛講到的中天 警察很愛辦中天啊 刑事局啊 分局很愛辦中天 那我今天有一個疑問就是呢 如果 如果丁怡銘 是行政院所說的 哎呀 不是惡意的 不是假消息 如何如何 他也道歉了 我們就不要辦了 那中天也改進了 也之前是不是也不要辦 NCT是不是可以不要關台了 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威脅我們 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逼我們 沒有沒辦法 可以以照辦理嗎 來 這個事情喔 網路上討論真的很多 PTT 還去 有人真的去報案去檢舉 你不是民進黨就在找刑事局嗎 總統府 那個什麼 招那個硬碟 被流出去有沒有 刑事局辦 什麼私菸 刑事局辦 好那我們就找刑事局檢舉吧 結果 刑事局的回應是這樣 來 刑事局告訴我們什麼呢 他說 有接獲相關機關的含文 民眾告訴告發 都依法調查 那有關本案是針對政府公告政策的提倡及說明 引起輿論對特定商店的誤解 行政院發言人已即時發布新聞澄清說明 本案與假消息 惡假害的本質不同 意思就是BEN班 對 好來我們就來討論 我們先討論這個 他說本案就丁一鳴幹這事兒 跟惡假害沒有不一樣 來我們先說 跟惡有沒有關係 我們與惡的距離有沒有 當然有啊 他整件事情就是為了打擊柯文哲 政治鬥爭 為了政治鬥爭柯文哲 是不是惡 當然是惡嘛 有沒有假 廢話 你整個記者會都是假的 對 你的背板是假的 訊息是假的 然後你去道歉假的 你秀簡訊假的 有惡有假有沒有害 有啊 你害得我鼻子過敏還不是害 你害得店家這麼麻煩 對啊 大受影響 沒有害嗎 你害得社會對立變得更嚴重 沒有害嗎 行事局啊 我還是在問一次 你是在說什麼啊 他這件事情沒有惡 不假 也沒有害到人 你到底判斷的標準是什麼 好那我就請問一樣 我反問一下這些警察機關 你反問一下NCC 那我說200噸 馬上改成200斤 請問惡在哪裡 我有惡意嗎 我是想要害這些幼農嗎 請問假在哪裡 我也澄清嗎 請問害在哪裡 我害了誰 你要這樣子搞我們 又罰錢 又要關台 威脅東威脅西的 還不讓我主持 這是什麼標準 顏色的標準 因為綠色是原諒的顏色 所以如果是綠色的政黨 就都可以 都可以啊 對不對 反正有沒有惡假害 就是他們來解釋 然後他說這是 政府公告政策的提倡及說明 什麼意思啊 政府公告政策提倡跟說明 所以他不算是假消息 如果你是很善意的 你要去提倡或說明很OK 可是你就不是啊 你就是要政治鬥爭嘛 所以今天有人就講說 蘇貞昌就是一直把那種行政院 當作政治鬥爭的場所 對啊 才會一直出包嘛 有人說他們還在選舉 還在選舉嘛 對不對 不然你的小編為什麼在立法院 你還要制圖 去攻擊立法委員 在野黨的 你的為什麼行政院這種發 這種記者會 正常來講是這種很正式的 你去做那種選舉的操作 這難道沒有惡假害嗎 一切一切都是 打擊在野黨跟媒體 我們也真的不想要 對啊 這麼精準啊 你知道的太多 我們也不想知道那麼多 但沒辦法 仔細一爬梳 問題一大堆 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從頭到尾都在演戲 道歉也沒誠意 就是在呼嚨社會 呼嚨大眾 然後現在很多人就說 你現在躲起來是不是 沒關係啦 現在請職發言人 之後就可能當個董事長了 很多人都說他可能 馬上要高升了 升任升任 準備要高升了 來 剛剛你自己講到了 所謂的網軍 行政院現在養網軍這件事情 也不是新聞 對 但你知道嗎 其實行政院養網軍這件事情 他早就自己露餡了 他沒有在怕的 他早就露餡了 來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來 這是在哪裡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我都知道 這是行政院 應該是發言人士的辦公室 應該是在行政院的 你從北平東路那個門進去 進新聞局 對 應該是在那裡動 不是在院本部 對不對 應該是在那裡動 好 來 這張照片什麼時候PO的 2019年2月 我應該是院長剛接 剛接 然後蘇院長剛接 然後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 然後丁一鳴來當發言人 是不是 他就PO了一個這個圖 看起來很歡樂 他跟大家說 行政院蘇貞昌小編團隊 跟大家說新年快樂囉 然後就觸鼻有沒有 每一個人都有外號 有人叫來喝水啦 有人叫做這個拍攝斗 有人叫做愛特效 有人叫做去背很差 有人叫做亂寫本 有人叫做修編很慢 亂寫本就是發言人 他是這個行政院發言人 他那時候好像還沒接 那時候還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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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團 就小編 他就是小編的頭 他是導演 還沒接 來 那更好 我沒想說他是發言人 扣到他剩五個人 結果原來他如果還沒接 如果還沒接 那這個小編團隊有六個人 六個人的小編團隊 各位你知道正常發言有幾個人嗎 三個 走一個現在剩兩個 我們只有兩個人 走一個剩兩個人 他有六個 六個人 六個人 那好嘛 請的請就六個嘛 議員之都沒有六個助理啊 是不是 但是 再真人 待會可以丟體力 先來我這 先來我這 來 這個高鴻安就講 這個民主黨立委就說 六個人大有問題 為什麼 他說目前行政院公告的編組當中 應該只有一個人 是負責專職媒體社群的相關業務 但光是這個圖裡面 就有一組多達六個人的團隊 而且明顯違反了行政中立 他更懷疑除了這些人以外 行政院中到底還有多少人 違反行政中立 執行著小編的事物打擊政敵 懂意思嗎 你們議員最怕什麼 隨便找一個人抱人頭嗎 幹嘛幹嘛 騙那個助理費嗎 行政院搞不好 這高鴻安講 他就在懷疑說 搞不好很多人 打著什麼什麼名號 什麼什麼缺進來 全部都來做小編 按照行政院的編制 只有一個小編 這張照片 這是2019年的照片 就六個小編 我認為 現在依照網軍治國的概念 可能更多人 有可能 我先講一下 我是覺得 小編多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 他們的薪水是我們的錢 是 就是如果 編織要對 如果他的動作是真的 就是說為了人民做事 就是為了國家 你去解釋政策或什麼 我覺得無可厚非 但是人也太多一點 但是如果說你是走在正軌上面 我覺得沒問題 可是這一些小編 為什麼讓大家討厭 讓大家質疑 是你看到他們在工作 你就在想說他們又在害誰了 他們現在又在製圖要罵誰了 他們現在又在攻擊在野黨 還是又要幫他們自己做得過錯粉飾太平 我覺得問題在這邊 就比如說這群人是國家納粹人 可是好像變成蘇貞昌個人的宣傳工具 跟打擊政敵的工具 這一件事情是讓人家很不能接受 那所以你就會看到說蘇貞昌他在 他臉書上面 什麼鳥事他都要弄個圖 然後弄個臉 然後這樣很開心這樣子 那什麼都要宣傳 一粒卡成 一粒卡成 有政府請放心 對 然後每天都會找那種小事在宣傳 最好笑就是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去年年初那時候 好像勞退基金股票有上漲 然後他就說 哎呀第一季有上漲 耶政府剛剛幫你賺了一萬塊 對 有玩股票的人都知道 股市就是起起伏伏 那今年年初的時候 股票下跌 你怎麼沒有做 耶幫你賠了兩萬塊 所以這些人每天都要幹這種事情 所以你知道他們的工作 你就覺得說我們納粹人花的錢 花在這上面實在是 讓人家覺得很浪費 我們不是指責這些小群團隊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應該都非常有創意 也許有些人已經沒有在行政院服務 其中有一個就是 前幾天在立法院做圖攻擊 周什麼啦 周先生嘛 好像是不是這一位 不理他不重要 我相信年輕人大家都有創意的 但是我們質疑的叫行政院 我們不是質疑先 聽年輕人拿錢辦事又發揮創意 他們都聽蘇貞昌的 都是聽院長的 所以我們是質疑這個團隊 六個人 我剛剛說我們現在正常方面剩兩個 你知道我以前主持生喉嚨 每天兩個小時的節目 加上製作人 扣掉我 我是算主持人嗎 扣掉我 我們也才六個吧 六個 我們也才六個人啊 我一天兩個小時的節目 做那麼多手板 剪那麼多肉帶 做那麼多後製 我也才六個人啊 這個團隊 快兩年前 就已經六個人 現在多少人 你多兩個人的話 你以後就可以 耶 佑正剛剛上廁所 只花一分鐘 你就可以做這種 耶 佑正今天鼻子過敏 衛生紙洗了兩包 對 是這種圖 好 所以 今天正常發揮 我們討論這件事情 也改變不了什麼 也不會說這個 丁發炎從此以後就人間增加 或者是就被冷凍 我們還是要檢討一下蘇貞昌 你知道為什麼 好 來 我要這樣蘇貞昌就一件事情 今天 這個牛肉麵店 記者會 我講過 背板 講個話 去道歉 去哪裡道歉 跟誰 不是找兒子 不是找老爸 什麼什麼 我只問一件事情 蘇院長 你知不知情 我問得很清楚 一定知情 從開記者會知不知情 背板知不知情 內容知不知情 到底是要澄清 政府政策還是要攻擊 政壇的敵人 你知不知情 事情發生之後 丁移民跑去 買牛肉麵 居然打桶鞭 你知不知情 然後當你帶著丁移民 去找老闆道歉 我來跟你道歉 吃牛肉麵 金拍謝 你知不知道 他根本不是受害的店家 而是受害店家 老爸開的創始店 你知不知情 我只問這幾個問題 看起來 書院長是 我都不知道 年輕人難免會犯錯 如果你都不知情 你就沒有資格當行政院長 你當一個行政院長 任由下面的人 胡搞瞎搞到這個程度 然後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也很有問題 反過來說 如果你都知道 那換你下台 他講的 對 尤正你知道 你剛講一個重點 我覺得他一定知道 尤其是那個記者會 那個背板都事先做好的 那個資料都事先準備的 他並不是說在記者會的時候 口誤不是喔 他是按照劇本演出 以蘇貞昌謹小盛為 就是管事情管得很細的 這樣的一個個性 他絕對看過這個背板 也看過那個資料 所以其實丁移民他發言的 只是在忠實轉述蘇貞昌的意思而已 那所以這個解釋了 為什麼 蘇貞昌對丁移民愛護有加 一直幫他解釋 一直幫他道歉 原因就是丁移民在幫蘇貞昌背黑鍋 喔 你在幫我背黑鍋 我要把你幹掉 不幫你講話 也顯得我這個人太無情無義了 如果你要背黑鍋 丁秦發言人 麻煩你背好一點 不要背一半 用這些假訊息 把老闆背黑鍋 只會讓大家 不相信老闆什麼都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 我覺得他一定知道 然後再來 我前兩天有 我們節目還有時間嗎 沒有了 這講一件事 沒有了 我鼻子不舒服 我要去洗鼻子 這講一句話就好 一句話 就是蘇貞昌 他那天來我們板橋吃牛肉麵 五點來 他四點多就離開行政院 你知道他還有申請那個綠燈的管控 一路暢通警車開到 現在行政院院長有交管 可以交管 以前有後來取消 後來應該是胡敦毅當時取消的好像 他現在有 因為我跟我們市警局確認過 他有那個要燈控 那好 這就不打緊 好大的關 有的 這就不打緊 如果你是為了公務 你為了國家 為了扶國立民 你申請燈控 我沒話講 結果你是為了配合發言人作假 你還道歉的 我們還要人民幫你燈控 這是什麼回事啊 而且你來道歉 你還有麵可以吃 那個麵多好吃啊 所以我沒吃過 改天一起吧 你道歉一下 然後你去罵那個店家 然後你去道歉 有這種道理喔 看清楚 這就是現在的行政院 講了好幾天 今天把最新進度一次整理給大家 我只說一件事情 丁怡銘做了那麼多事情 我不相信 蘇貞昌不知情 不知情不失任 知情更不失任 好啦沒了齁 那我去洗鼻子了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正常 正常發揮 拜拜 拜拜